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36点盘中一度大跌大跌150几点 你看到所有人告诉你是什么 行情结束了对不对 行情已经很高了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追高 你需要去担心指数现在在哪里吗 还是要强调一遍 每一天都会有很好的机会出现 只要你买的是底部起涨的股票 每一天都是机会啦 今天去白了七点 我们找盘做什么动作 当昨天大跌136点的时候 我们怎么告诉各位 当所有人都在研究 这行情是不是结束的时候 我只告诉各位 大跌过后还有谁会狂飙 对不对 甚至我告诉你什么股票会狂飙 对不对 好来 那今天我要告诉什么 我们昨天在买 昨天在买 大跌在买 今天呢 早盘在加码 加码什么 加码底部起涨的股票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只有这样做 你才可以真正的赚到钱 不是叫你去追 因为如果叫你去追 你一定不敢买 我知道现在台面上有很多 天天在跳工厂你买的股票 可是你天天都买不到 可是却有人在分析这种股票 我必须要强调一遍 我今天来这里不是要跟你讨论 以前狂飙的股票 它有多会飙 它有多厉害 我今天拿了一档股票 我们已经赚很多钱了 然后告诉你 未来它会飙 问题是你敢买吗 你一定不敢买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要买底部的股票 未来会狂飙 你有没有兴趣 这就是你看我节目的目的 不是去讨论过去会飙的股票 是要研究 未来怎么去买会飙的股票 所以说我想问各位 这种股票还要不要去追了 还要不要去买了 我不是告诉你 它没有机会了 即便未来有机会在涨 你认为你买在这里能赚多少钱 所以未来可能有短线的价差 但是你要赚到波段 不容易 你要赚到波段 你应该是买在这里 不是买在这里 因为你发现你买到后面 不太容易赚到钱 同样的道理 红达店 昨天一根长黑 不代表它已经结束了 不代表它就涨完了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你要买 你应该是买在启动的时候 不是买到已经大涨过后 所以说当你去追高 你很容易发现什么 没适合你就 抗牢了 对不对 那既然不是讨论以前飙涨的股票 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 会担心红达店 还是很关心红达店 对不对 甚至 有人前两天才去追红达店的 那到底红达店会怎么走 我大概交代一下 这是红达店今天的走势 今天有涨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昨天这根长黑棒 从高点下来 很大一根黑黑棒 很大一根黑黑棒 说今天你最少要吞掉半根 代表后面你随时都有机会再重新高 可是他今天有没有站上半根 所以说他连长黑的二分之一都没有过 未来盘整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不是告诉你他结束了 未来可能就是大波段的修正 不是哦 是他如果未来还要再涨 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盘整 因为他没有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长黑的二分之一吃掉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他未来有没有行情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另外一档股票 是不是长黑的一半吃掉了 可是问题是你 第一点你要敢买 对不对 第一点你敢买 他长黑二分之一吞掉了 未来比较容易创新高 甚至有可能再标一段的可能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刚才讲过 我们不是要跟各位去讨论 以前股票有多会标 那个标都已经标过了 对各位来讲 你不会赚到什么钱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 操作没有让公百分之百 没有百分之百 但是可以尽力做到最好 那怎么样尽力做到最好 就是提供你底部准备要发动的股票 因为唯有 你掌握了底部起标的股票 你未来才有机会赚到 大波段 对不对 试问 如果你今天买在这里的 你还会期望你赚大波段吗 我相信你买在这里的是强短 你想说跌几天了 搞不好有弹一天的起来 我弹起来我就给他买 对不对 你绝对不会想说 我买在这里未来要赚一倍 可是你买在这里 你当然是赚一倍 对不对 可是现在你说操纵 有没有可能再回到这里 那是以后的事啦 至少最好的 这一波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只能掌握底部起涨 你才能掌握大波段 但是告诉你买在底部起涨 布局抵住起涨 掌握底部起涨 不代表说你要买在最低点 你要买到最便宜 因为有时候你买在最低点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动 有时候打底需要三个月 甚至三年 所以说你不只要掌握底部起涨 你要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发动 当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发动 你又买在底部 你自然就会赚到大波段 而且会比较快 对不对 那我是帮你找这种股票 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知道 红达店之前最强的股票是什么 钢铁股 这是中红 有没有喷出 那我想问各位 当他在涨的过程当中 你要不要去追 没力 很可笑 不追好可惜 涨停板不追好可惜 涨停板不追好可惜 为什么 因为你底部没有买 当他开始发动的时候 你没有买 你当然会觉得可惜 可是如果你在起标点有买 你会不会大赚 所以说 当你能够掌握起标点 买在底部刚发动的时候 你自然能够赚大钱 对不对 那我想问各位 中红起标点 可不可以再重来 既然你知道不能再重来 你又何必去追稿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要帮你找到 类似这样的股票 再去复制这种标涨的模式 所以说我告诉你 这种底部起标的股票 是不是起标点 它不只是起标点而已 而且是底部起涨 你买在底部起涨 你才有机会赚到大波段 对不对 是不是底部起涨 所以 为什么他可以涨停板 你们老师行情不好 去七点 有起跟没起 我们的股票收集万兆 两个涨停板 报道继续赚 3月14号礼拜一 台股剧烈震荡 秦亚再度攻上涨停板 我想问各位 如果一堂股票 已经飙了两根涨停板 要不要去追 要不要去追 很尴尬 我们老师 起也没说很多 没有起五六季了 可是涨了两根涨停板 要不要去追 不用去追 我一样可以帮你找到底部起涨的股票 你没有掌握到底部起涨 你也不用去追 掌停板不能追 那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我又没有告诉你 我要买这个 是半年大底 一样底部起涨 我再讲一遍 买在底部起涨 掌握底部起涨 你就能够赚大波段 对不对 你说操纵涨了这么大波 飙了一倍两倍 谁赚最多 当然是买在底部的人 现在操纵没有底部 没有底部 底部都已经过去了 可是 你可不可以找到底部的股票 你可以找到底部的股票 这就是你看我节目的目的跟意义 如果我今天还在跟你强调说 哇 操纵有多会标 双红有多厉害 然后你会发现 台面上所有人都有双红 还在强调一遍 我们的操作 保证 没有空包蛋 我所讲的操作 一定是会员的操作 那我不知道 那个天天涨领满的股票 你到底有没有 还是你眼睁睁看他每天跳工厂领满 你根本就买不到 看得到吃不到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用 对不对 好 我告诉你 我们跟各位分享 底部起场的股票 我相信你看节目的人都知道 请问这是礼物 那我买在这里有没有错 绝对不会有错 至少你掌握了 至少你知道 至少你确定一件事情 他是底部起场 对不对 你就会说老师啊 人家都说买红达电 只要你不买红达电 你跟我说买什么 爆跌的 大跌136点 我们买了上选狂飙 没有涨红板 我们股票没有涨红板 很寒门 老师你很寒门 人介绍 每天都涨红板 你介绍了 不但没有涨红板 来 今天3月16号 还是没有涨红板 刚刚没有涨红板 差一档 今天狂飙 再度狂飙 长大了 他也狂飙 今天台股没有跌了 他自然就是要飙 所以说 这就是掌握底部起飙的威力 今天如果你红达电是买在这里 你就发现他的力量多强大 对不对 你买在这里会不会怕 昨天就算跌停板 你也不会怕 为什么 因为你买在这里 因为你买在这里 但是你现在已经不可能买在这里了 所以说我们跟你介绍的是上选 是不是底部起掌 那买在这里有多好 轻松享受他的飙涨 对不对 是不是很轻松就可以享受他的飙涨 那有没有让你抓到钱 有啦 今天只唱一档就涨银板 而且我相信你有看节目的你都看到了 对不对 那你说像这样的股票还有没有 当然台面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股票 只要你不追高 你每天都可以很积极去寻找类似这样的股票 底部打完不代表他会掉 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种股票先找出来 然后花时间去追踪 甚至去了解他有没有题材 有没有想象空间 当你发现他已经转强了 准备要搭动了 你自然就可以去买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 这里又有一档 是不是也是底部起掌 未来你会发现有很多底部起掌股票 你要赚大波段 就是要趁现在的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 请你跟上脚步 还是要讲表演 我不会跟你去讨论 去研究过去 什么股票的夺位标 因为那些都过去了 讲那些也没有用 在家嘛 底部起掌的股票 这是昨天暴跌136点 我知道大家都很恐慌 大家都很害怕 那我认为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我反而觉得这是好事 如果他都没有跌 我想问各位 你敢买吗 我讲这个可能大家都有疑虑 涨的时候你不敢买 跌你更不敢买 因为你会怕 行情结束了 这很奇怪 你希望它跌 不要一直涨 拉回来给你买 真的跌下来的 你又不敢买 大跌过后 当所有人都在讨论 大跌行情是不是结束了 我告诉你 换谁标 因为我们要买标股 对不对 我甚至拿 一个礼拜前 台股盘中跌83点的时候 告诉各位 你只要不最高 机会还很多 当天没有跌下来 收盘是涨4点的 过了一个礼拜后 你发现指数创了波段新高 五个焦率过去的指数创了新高了 第六个焦率突然跌下来 我还是要强调一遍 这还是很好的机会 我已经告诉各位了 不用担心指数的修正 这一波的行情是什么 这一波的上涨 融资预额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也就是说这个叫做法人盘 那法人盘 你不用担心它容易结束 它的筹码一定是非常干净的 对不对 最重要是什么 三月份之后 紧接着就是股东大会 跟除全席旺季 会有一波非常强劲的回补草 如果你说觉得指数涨很多了 那来到四月份 行情可能要休息 你也不用担心要跌下来 因为这个强制回补草 会把它支撑在上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外资从二月份一直到三月多 到三月八号以来 买超的高达什么 贿赂的高达六百多亿的资金 现在更多了 那我想问各位 它钱会进来 会不会马上投入股票市场 不会 它会分批去买进股票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跌下来 它会买更多 你从昨天 外资的买超状况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大跌136点 你说谁卖的 外资没有卖 它还买了四不五亿 所以说行情不是结束了 只是短暂的休息 不用担心 用布局的角度去布局底部刚打完的股票 你自然就不用担心了 我想问各位 你今天会担心吗 股票还在飙耶 一拳今天要创新高耶 对不对 那刚好又是底部刚打完 刚发动的股票 你更不用担心 所以说我一直在告诉各位 你要买就买底部其实涨股票 不用去追已经不要涨股票 不用去帮别人抬轿 因为没有人知道 谁会变成最后一只老鼠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各位 涨到这里 为什么我告诉各位 还可以买 很简单 预期美国生息不易 不是拖 就是围着现状 那所以说 2016年全球的货币政策会怎样 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宽松 只会比去年还要宽松 不会更少了 为什么 因为全球的经济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说各国的政府跟央行 必须要不断的撒钱 印钞票 利用这种方式来刺激市场 所以说你会发现 你从年初到现在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个 降息 降准 购债 印钞票 一大堆等 这些都叫做量化政策 它的目的 都是使市场的资金更加宽松 而且是一波接一波 对不对 也就是说 2016年全球的货币政策 比2015年有过而无不及 更加宽松 市场的资金动人源源不绝 这就是为什么股票市场容易上涨的原因 你会发现 昨天跌136点 今天马上就大涨 对不对 至少 已经把半根长黑都吃掉了 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如果连半根都吃不回来 未来盘子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甚至可能会有一波小修正 可是如果它可以把昨天的长黑吃掉一半 代表什么 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未来很容易就会再创新高 很容易就会再创新高 甚至直接再涨上去 就有可能像这根K棒 有没有 就有可能像这根K棒 有没有 就再上去 再上去 对不对 好 那你就发现 今天马上就大涨 我们不讲过去 我们就讲三月份就好了 你会发现 中国央行闪电降准两码 丢6000亿的资金出来 然后紧接着 最近这几天你就看到了 欧洲央行扩大QE 下调三利率 看这里 下猛药 下宽松猛药 一口气击出六招 除了调降三大政策利率之外 还扩大资产收购的规模 到800亿 原本是600亿 所以说它买债的规模 从600亿提升到800亿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33% 而且将公司在列入考量范围 因为国家债买不够了 要买公司债 所以说 因为这个政策 我想问各位 美国要升息 容易不容易 就如同我之前告诉各位的 那欧央的这个动作 它会造成两个效果 一个就是 美国不太容易升息 另外一个就是 预料日本的央行 近期也会扩大 它的负利率政策 那日本你还没看到 你就看到了 纽约央行已经做动作了 闪电降息 所以说你会发现 今年可能上半年 你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些宽松政策 不断的在推出来 所以说热钱挡不挡得住 热钱根本挡不住 所以说要不要买 当然要买 对不对 那是不是已经标了股票 当然不是嘛 这是昨天的宏达店 哈利多 三月十五号 外资大为赞叹 宏达店因VR变美丽 这是昨天盘中 宏达店还在创新高的时候 那你看到这个你会不会想买 你会不会流口水 甚至外资告诉你 宏达店积极布局VR 虚拟实境 装置 VIVE 是一项伟大的设备 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 会白天挣地 不然买真的很可笑 这是三月十五号 早盘 昨天还在创新高 你看到利多去买 去追 刚好追在最高点 当天一追完马上赔掉17% 一百万 一千万 马上赔掉一百七十万 我扣了 可不可以追高 不要追高 再讲一下不要追高 当你在追高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可以买 我告诉你3363的上全可以买 那为什么可以买 这还要讲吗 请问过去这两年 最红的产业是什么 不就是光通讯吗 你有看过很多光 当你去年到现在 你看到一大堆光通讯光飘 你有没有看到上全飘 没有对不对 那我要告诉各位 它是国内 首家投入光纤龙烧 FBT 平面光波导 PLC技术的公司 你说老师什么是FBT 什么是PLC 那不重要 看不懂的罪标 你知道重点是什么 因为它有技术 那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 波洛威动作很大 平平平平平平去吸纳他的股票 对不对 不断的买进他的股票 而且正式入主上全 成为上全最大的股东 我们知道去年的波洛威没有狂飘 可是今天的波洛威为什么狂飘 我相信跟它有一点关系 今天的波洛威很飘 那你说妈妈会飘 儿子会不会飘 你自己想 重点是什么 它今年要 它今年处分了大陆的资产 税后利益非常惊人 所以说 而且重点是什么 今年会入账 处分利益惊人 今年会入账 加上波洛威 入主上全 你说为什么要入主 今年 去年就转亏为盈 正式转亏为盈 而且手气大爆发 光了 前两个月营收就暴增了58% 所以说它是转亏为盈 波洛威入主 并购的题材 加上处分利益 非常惊人 你说它会飘 这就不用研究了吗 要题材有题材 它又是转机股 飘股的三大要件 它统统具备 你说它会不会飘 你说它会不会飘 为什么当台股暴跌的时候 我们跟你介绍的股票 它就是会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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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跌一百三十几点 没有关系 我们的股票再飘 有没有 今天再度狂飘 没有涨停板 我跟你分享的股票 你每天都买得到 不是今天跳空涨停板 然后狼龙北 没有一个人买得到 当然台面上有这种股票 很多人在介绍 那你是想想看 你买得到吗 如果你还没赚到 也没有关系 底部起涨的股票 很多 那像这种股票 请问G7够不低 你几乎最低档 打完底准备要喷出了 刚好在起标点 叫底部起涨 如果你错过了上权 请你把握机会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只要你愿意把手出来 用最快的速度帮你翻身 但你买标股赚大钱进广告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床 请用起床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精准提供低你手的信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斧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静准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吹打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静准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斧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台湾要和世界做生意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 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万事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欢迎再回到现场 想清楚谁可以帮你赚大钱 我再讲第二遍 我们不会有每天的掌灵板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追求的是长期稳健的获利 我们给各位的是百分之百的实战 我们给各位三大保证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买到赚大 所以说我们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要买底部起涨 你才有办法赚大波段 那什么叫底部起涨 这个叫做底部起涨 这个叫做底部起涨 所以台湾大铁它会飙 这个叫做底部起涨 是不是底部起涨 正会飙的股票 你错过了没有关系 还有底部起涨股票 等着各位 未来会有很多底部起涨 准备要发动的股票 会让你掌握到大波段的行情 你西部西洋掌握到 请你跟上脚步 唯有掌握底部起涨 你才会赚大钱 只要你愿意把手撑出来 用最快的速度帮你翻身 带你买标股赚大钱 祝你周春里 每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上核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核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所以市场最强的主流股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坑达头部网站 每日提供及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坑达头部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028101-0600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 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 所以市场最强的主流股 让您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得更开心 特派出热线 02-8101-0600 02-8101-0600 头痛 请用孕分珠 吹记贴 请用吹记贴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小玉 要不要出去玩 小丸子 不行 我要照顾爸爸 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 老板又没有提供劳报 没钱付医药费 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 我该怎么办 赶快去找 我该怎么办